红武三十年,丁丑科电视刚结束,可朱元璋看见录取名单后,却下令立即临时处死二十名考官。 这就是明朝著名的南北榜案,而他呢,也开辟了后世五百年高考移民的先河。 朱元璋为何震怒,因为录取名单上的全是南方人,一个北方人都没有。 随北方世子群情激愤,上书朱元璋说,朱考官汉林学士刘三吾就是南方人,他是看不起北方人而刻意偏袒南方人,尤其是蒙古裔的读书人尤为激动。 他们纷纷表示,要回家烧了四书五经,提刀披甲,重整蒙古铁骑,把江南那帮书呆子的家给养了。 朱元璋看事情闹大了,就下令让士都张信彻查此事,重新阅卷,可阅卷结果呢,却让他大吃一惊。 张信给的录取名单里,也是全部都是南方人,一个北方人都没有。 朱元璋震怒之余,又很诧异,于是他亲自调来试卷批阅,才发现问题所在。 原来,北方这帮套马干的汉子,行军打仗还有几分真本事,但做题水平,比起南方世子,真的差多了。 所以一考啊,就被南方人给碾压了。 要是别人呢,可能是当个和事佬,糊弄糊弄就过去了。 可朱元璋是个多有个性的人,他大笔一挥,丁丑科电视的近视,全部录为北方人,而录取南方的二十余位主考官,被朱元璋以胡为庸党、兰玉党同谋的借口,凌迟处死。 真是人在家中坐,锅从天上来。 这件事儿,就是明初著名的南北榜案。 他也开辟了南北分卷的先河,也就是啊,给南方北方人出不同的卷子,分开考。 就像今天某些省份的高考自主命题,每个省份给的重点大学招生指标名额。 到了明景帝景泰五年,整个国家科考按地域分,分为南部、北部、中部三块,分成曲式的制度就此确立。 而伴随着这个制度而来的,就是延续五百年的高考移民。 原因无它,因为其他地方的考试真的太简单了。 比如,历史学家齐如山曾说, 在他老家直立高扬,文风鼎盛时,三十余名同生采取一名生员。 而同一省的来源,常常考生呢,还不够硬录取的名额, 基本上能把前两行八股文写顺流就能中秀才。 所以,文化底蕴深的地区,譬如江南,纷纷掀起了高考移民的狂潮。 彼时,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。 一帮江南世子人坐着牛车,揣着科举荒钢蜜卷, 沿着微寒古道乌央乌央地奔赴北方高考。 每当科举时,在考院的门口, 一军北方大汉中, 总是挤着一帮相对矮小而又口音奇特的温弱书生。 当然了,官府对这种冒击参加科举的行为也尤为警惕, 出台了种种限制规定。 比如,一地高考,可以, 你必须在当地买房获得房契才行。 但买房了,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参加科考了, 还要持有超过二十年。 此外,你的父亲爷爷的坟墓必须埋在这儿。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, 应该给这股移民大军降降温了吧。 但丝毫不减其热度, 有的世子为了冒充北京户口, 从温州跑一千多公里去北京顺天府考试。 有的人呢,甚至背本宗而窜他谱, 非求物而仪式他道。 也就是说,为了科考移民, 许多世子竟然假冒户籍,改变亲属关系, 自己的祖宗家谱都不要了, 重金请求冒阵在其他州郡家户名下。 这些人是不是过于走极端了, 自己努努力, 多刷几套题, 考试多考几份不就考上了? 其实啊, 并不是这些人极端, 而是现实太逼责。 以康熙四十八年遗丑科为例, 科考南卷呢, 有十一个省府, 结果江南省一省, 就有七十九人考中进士, 而同属南眷的福建江西, 却分别只有十二人和八人, 录取人数差了近乎十倍, 学霸们都内卷卷风了, 那只有移民去偏远地区考试, 在当地进行降维打击。 此外呢, 世子们如此热衷于科考, 实在是因为现实生活过于逼责, 古代的封建社会, 对失败者过于不宽容。 读书人除了科考当官, 还有其他出路吗? 难不成回去种地, 矿上挖煤, 码头上当挑夫, 还是去茶馆里当评书先生? 宁气横眉, 把阵齿趴得一拍, 话说东汉末年, 天下大乱。 这工作啊, 读两年私塾的都能干了, 那之前读那么多四书五经的意义何在呢? 所以啊, 在官府的重压下, 科考移民还是络绎不绝。 后来, 朝廷也没辙了, 就创造性发明了一个岗位, 审阴御史。 你不是家谱春考证都能伪造吗? 那口音不能伪造吧? 我就用这个岗位审你的口音, 非本地人呢, 就抓起来尤家势众。 客观地讲, 这项措施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, 但很快就沦为形势。 乾隆就亲自破获过一棋, 口音错报事件。 那是乾隆42年7月, 67岁的乾隆依旧精力旺盛, 他这次魄力召见了浙江谢赏官, 邵兴府通判张庭泰。 通判呢, 只是一个小小的六品官, 能见皇上, 属于开天恩了。 那麻烦呢, 救出在这天恩上。 乾隆照例问了他的籍贯, 履历, 已是关怀。 可张庭泰却说他是顺天府人, 但精明的乾隆, 听出了他的绍兴口音。 乾隆大怒, 狠批群臣, 我随便问两句都听出来, 他是南方人, 你们这些沈阴大臣是吃干饭的吗? 其实啊, 还真不怪这些沈阴大臣不认真, 把这件事搞成了形式主义的行为艺术, 而是因为呢, 许多参加科考移民的世子, 本身就是朝廷高官的子嗣, 别人上下都打点好了, 离夫人为官只有一步之遥, 你就审个口音, 在你这儿卡了, 得不得罪人呢? 可能有的人觉得赵章办事有何不妥, 但要知道, 古代王朝特别是清朝, 官员的腐败极为严重, 有谁的屁股真正干净, 为官数十年, 你就一定不犯错, 那到时候逮到你了, 我也按大清律例赵章办事, 所以, 沈阴就沦为了一种行事, 科考移民在科举确立后的千年里, 一直不断地变着花样重复上演, 直到1905年, 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, 这场科考移民风波才就此止步。